2014年文憑史卷1B第3条的C部分 AB部分都是在说写了程式 它现在发布的时候 它在考虑用免费软件的方式来发布 就是软件放出来任大家使用 定话用另一种方式是开放原码软件 首先开放原码就是把程式背后的code 例如是用python写的 那python写的pint是什么呀 如果是wow的循环 那些程式码都显示出来 被人下载下来 就是开放原码软件 开放原码软件的人要下载原程式码 有两个可能的用途 第一个用途可能你是懂得写程式的人 而你用这个程式发觉也挺好用 不过我想强化某一些功能 我想加粒按钮软件那么久就不知道会怎么做的 那你懂得写程式码就下载原程式码 然后修改原程式码 令到强化软件 这是第一个可能性 第二个可能性 你是一个懂得写程式的人 你用这个程式发觉有buck 用到某一处程式会错误的 那你就下载原程式码 帮他看一下帮他除错 除完错之后可能交给原作者 令到软件越来越完善 开放原码软件很多时候有个社群都会 一起互相令到软件更加好 令到软件除错更加少的错误了 那私一部分他就问这两种方式 有什么相同的特性 那刚才我说了连个原程式码都可以公开的话 当然不是为了盈利的了 那所以呢 开放原码软件本身都是免费的 而免费软件它不会将原程式码放出来 不过它会将原程式码变成 你可以执行的档案 例如window它就将它变成一个exe档案 你就只可以执行的 你看不到原程式码的 但是两者相同的地方都是免费 不过我们知道这两种软件免费得来 很多免费软件和开放原码软件 都是同一个限制 就是当用户是非商业用途的时候 就可以免费使用 就可以在这里这样回答 那换言之如果你是公司用 甚至学校用 你打算用来盈利的使用 这些全部有很多免费软件和开放原码软件 都不免费用的 要付钱才可以用的 这个就是相同的地方 好 施业部分它说这个软件 所提供的资源 主要不同的地方 好了 刚才说相同 这两种程式有什么不同呢 很明显 开放原码软件 就是会将原程式码公开给用户下载 可以观看可以修改的 而免费软件就不会公开原程式码 就是两者在资源上最大的分别 一个收到的 一个是公开 好 然后C3部分 为什么有些人提倡用开放原码软件 是好过免费软件 为什么鼓励大家用开放原码软件呢 刚才都有提过 开放原码软件呢 有两类人可以帮你进一步开发软件 例如可以强化软件 加强功能 另一个可以帮你的软件除错 但如果免费软件你将原程式码收起来 软件由头到尾就是这样的了 不会有一个软件上面的进步 也都不会有人帮你除错 唯有靠你自己了 所以我们可以回答 提倡用开放原码软件呢 就可以透过互联网的社群 令到更多的程式员呢 可以帮你的程式进行加强 或者除错 令到程式继续发展 而免费软件呢 就没办法善用到这些互联网上的其他程式员的社群 好